玩具TV第十二位 瘋了 第五集 還未結束 對 一定要結束 還要有這麼多人在這裏 今晚CAS強盛 我們有Brian 有阿雲 還有香港專輯 還有香港專輯 睡醒了嗎 把鏡頭放在中間近後一點 零零嘻嘻 坐在後面 非常有型 分享 分享 今次我們要說的是 一個香港玩具界的大Show 十五次 剛剛過完星期日 就有一個玩具節 完結後 緊接而來的是 另一個玩具界的大事 不如呢 不至於你 你清楚了 那不如我們這樣 我們問回主辦人 去介紹一下 我們今次 接下來這個玩具界的 聖事是什麼 你連人家都未介紹 你在這裏 說 你呀 我該死 好了 我們介紹這次 Art Vinyl 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來 11月9至10日 即是接下來這個周末 就會有一個很厲害的玩具大器聖事 我們有請到主辦人 阿必哥 你好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Art Vinyl 究竟是有什麼玩法 有什麼 這麼正 今年就來到第二屆 今年和上屆有些不同 就是今年我們有Media Link 是Ghost Buster 因為Ghost Buster 今年35周年 下年一套大戲會 即是一套大戲會 大戲會上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機會 可以做這個主題 跟去年一樣 時間都很緊迫 但是也很感謝很多藝人 都肯努力去做一件Art Vinyl 而且因為去年 我們收集了很多不同的經驗 在買賣 所有的情況 都想盡量去改善 所以跟去年有些不同 希望可以再流暢一些 大家進來 是很舒服去行這個show 買東西 都不需要爭拔頭 不需要排隊排餐捨 是一個很享受的體驗 很坦白說 我前天已經申請了兩個電郵 今天都收到的電郵 指我已經可以 當天去買20元券 然後我就太記得了 可以解釋一下今次抽籤的玩法 跟去年一樣 去年會抽籤 跟著我們有一個Bending Machine 就會去那裡抽籤 今年我們再快些 將這件事速度 很簡單 第一輪大家已經抽籤 好像你抽中了之後 就會在一個時段登記 做什麼呢 就買這個20元獎券 好像同軍獎券一樣 你買了 我們有飛頭飛尾 我們知道誰買了什麼號碼 買完之後 我們就會把飛頭的全部放進抽籤箱裡 就由藝人抽到哪一個獎獎 我們即時公布 譬如這個節目是Candy 他有20個獎獎會抽籤 我們放進一個箱裡 可能有200個人 300個人 100個人 他就會在中間抽獎 我們即時公布幾多號 他們就會去領獎 領獎的辦法 就是我們會有一張得獎的卡 有一張得獎的卡 就像這張這樣 就會把這個QR Code 這個其實是一個 一般的QR Code 就會即場 就可以去購買 如果現在我拿電話機 已經是功能 功能 功能 那現在已經可以 不會的 因為我們設定了那個時間 如果Candy的Session 是2點至3點 他只會在那個時候 過了那個時間 試一下他 有反應 有反應 無聊到 馬上彈了Candy這隻 其實我剛才說 我抽其中一隻 就是Candy這隻 我可以 噢 不是開玩笑 那這張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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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買嗎 不如我可以順便說 普通的東西 例如在桌面的東西 都不同的東西 例如我拿了筆記來做例子 整個筆記來做例子 整個筆記來做例子 他有兩種不同的產品 首先有一些限量的幾件 Eric你可以試一下 給你一個筆記 這裡 對 那他馬上去了 筆記那個 那他這個是盲盒抽 盲盒抽 他還可以選 最多可以多少件 最多可以3個 一次過最多賣3個 因為 他選了3個 可以示範一下 他加3個 我買3個 那他加入購物車 這樣就加了購物車 那你見到購物車 他買了兩件 現在 因為40元一個 馬上計算了 2個就80元 這裏很特別 這裏很特別 因為我們是想 大家在一個小時之內買了 就不存在 有些對 究竟買了沒有 誰還沒買 有沒有人 保持貨物不買 那我們這次 就會 有個時間 一個小時 如果他不買 好像演唱會飛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的 真的免煩 如果他再要買另外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Eric可以再 那我先出去 你再去 你再去 你買去小花 他自動 他就會幫你 加入購物車 那你加不加 加入購物車 你按一按 那他幫你計算了 那他兩個不同的時間 兩個在計算 兩個在計算 那他加一條數 現在你總共多少錢 就是很電腦化 同樣 同樣 你也要在一個小時內 去檢查 檢查是怎樣 好 我買了很多東西 全場 我看完了 我去付錢 那我就會付款 那會有個帳戶 就是由我們的銷售市 會打回他的帳戶 那我便會把一個 銷售出來 就會去這張 這裏其實都是去到貨幣 去到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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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出一張單 我們即場就會有計算 買單 這些錢 就會給錢 麻煩你多少錢 我們便會撿貨給他 他便會清理到 我們便會知道 哪些東西賣了 和未賣 另外一樣 不同的展示員 我們會有一個獨立的 User Name Password 他們便可以進入 原來我這個 那會賺多少錢 那會賺多少錢 賺多少錢 因為經過上期經驗 有些人問 那些東西賣了沒有 我不知道 有沒有賣到 有沒有人持續了 還未賣 所以我們便會不同 每個展示員 都有一個獨立的帳戶 便可以看回他們的貨幣 賣了沒有 還有多少貨幣 誰持續了 便可以一無表現 好 剩下的東西就是問 當日只是收貨幣 只是收貨幣 只是收貨幣 所以大家要留意 準備好 10-20萬現金進去 若果不是很難解決這件事 我相信 都循例問多一個問題 剛才提及 關於20元現金券 下了去抽獎 如果不幸運 這20元便會玩完 不是 你可以在場外用 一賣五名都可以 其實我拿了那張20元現金券 只不過最重要是 要另一邊 另一邊 扔進去抽獎 另一邊 你隨便去用 只不過是一個適量 譬如你中了 用了那20元來買你中了的產品 不中的 你便去買其他產品 即這個20元是這兩人 很常來 任用 所以Kennie現在拿著很多錢在手 對 一搭就不主意 希望這次的流程 大家可以舒服一點去抽獎 也減少牌女 或者大家可以知道哪些還有貨 哪些沒有貨 好 如果大家已經佈著 接下來的玩具展 D2Place 剛才一直說 我覺得絕對有參考價值 Eric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想補充? 忘記了 我喜歡 我想問 我們以往也不少 參加過不少的玩具展覽 其實很少玩具展覽 會刻意寫Apps出來 去玩這些 因為我看到你上一屆 都好像有用這些 類似是Apps 或者一些比較高科技的東西 一些售賣機器 為何你們這麼支持這些科技的產品 去支援你們的整個展覽 我喜歡Eric玩的 他玩的 他玩的 我不用再回答 我們可以繼續打一個玩具 因為大家都知道 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會具展覽 我們就吸收不同的經驗 即是怎樣把這個玩具展覽 可以再令到它 可以更改善 整個經驗 我們就想 可以用什麼不同的統計 無論是買方也好 買方也好 都可以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我們就想 可以有什麼方法去做 所以會吸收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做法 寫一些很簡單的Apps 試一下可不可以 因為其實都是學的 根本是第二年 他都是一個兩歲的寶寶 你那個都不是一個簡單的Apps 是 自己有這樣的概念 然後找一間 IT公司 跟他談些細節 這個Apps就是要找一寶寶 其他抽獎 小弟自己可以管理到 原來還有IT的達人 除了玩具達人 還有IT的達人 Apps真的沒辦法 但加入了一個挺好的計劃 來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挺好的 因為當我們今年 解決了這件事 我們每一年都用 可能第一年痛苦 但之後 只要同一年 好 如果所有玩具迷 有留意到接下來的玩具節 自己說 剛才的玩法 你們真的要記住 免得脫掉 買不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麻煩 是啊 但說實話 要買東西 究竟我們 德哥請了那麼多嘉賓 我們是否可以 其實 做玩具TV 一向都是假公祭司 那當然 不過 今次就有少少例外 可以跟你們說嗎 沒錯 講過假公祭司 我們還是 以德哥為首 是的 是的 今天我們看到一堆白的卡紙 有這麼多 這麼出色的藝人 設計師 上來 沒有理由放過他們 這麼簡單 所以一會在訪問期間 如果他們有空降 他們就會在我們這張卡上面 畫他們自己的作品 大家的觀眾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一會兒會選擇他們心儀的觀眾 就會送出這張畫 參與畫畫的朋友 哪幾位呢 首先就是來自日本的 Harriken-san 好 好 先派動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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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想要介紹 Harriken-san 那是我們的大名的 大名的嘉賓 他會展示他的藝術 如果你們是Harriken-san 你會幸運 你會有幸運 所以你可能可以開始工作 任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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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這些墨寶 對 我們要問問 另外還有筆琪會參與 我們 另外 旁邊筆琪出現 當然有Kenny師傅 我也要問 對 嚇死我們 然後問個問題 好了 我沒有留 一個、兩個、三個 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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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有嗎 觀眾 好 好 好 多次的身份 是一個顧問 這樣就更加 對 是說的 是說的 好 我們再和他糾纏一下 我們總之有三位 其碼都 剛才Fryan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三位嘉賓 會有他們的作品即將面世 如果在電腦面前 或者手機面前的人 是很想得到他們的作品的話 大家留意他們的習作之餘 留意我們問的問題 你會有機會得到他們的作品 答對問題 還要鬥快 鬥自鬥力 這場比賽要得到設計師們的親筆 即是那個真跡 直筆 直筆 真的不要錯過 繼續看下去 德哥 我們已經說了口水缸 我們是不是時候要訪問一下 我還說你會 不叫我喝杯維他琳 維他琳茶 不是Squaza 我們自己買 我們也口乾了 先喝杯 所以我想說什麼突然之間 即是 怕就對著你 說一句話 好啦 琳茶 你可以開始你的作品 首先 我認為我們所有的觀眾 可以看到 你真的喜歡綠色的 也不重要 你的產品 你的藝術 和自己 也不重要 也不重要 所以我們說 為何你很喜歡的 你很喜歡的 在藝術 我喜歡藝術 藝術 藝術 我認為藝術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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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第一次藝術 所以我沒有 我第一次藝術 所以我沒有 我的藝術 藝術 藝術 我喜歡青春的太陽 所以我希望很多人和笑容 我永遠的顏色是我的第一顏色 青男的顏色是我的青春 是我的青春 所以很美 不斷以翻譯 本身綠色也是一種頗藍色的顏色 當然在創作裏面 Hara Tansan也想帶給大家 令大家都知道她是個年輕人 很藍色、很有幹勁 亦希望她的作品可以帶到這方面的訊息給她的粉絲 本身就綠色的顏色是一種很有生氣、很有朝氣 所以希望將這個訊息帶給大家 包括她自己在外 我見Hara Kinsan已經開始創作了 所以現在開始了你的作品 請問一下你的作品 給我們的觀眾 你的作品 你知不知道 這是MatoPanda MatoPanda MatoPanda 他是個好男人 這是我的第一名角色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看這次 這是不是綠色的吧? 是另一個顏色 我也有綠色的 這次用了不同的顏色去表達 這次也比較像Harkinson 通常綠色的作品之中 這次也會混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這次在他的畫作 也會帶給大家這次新的作品 所以大家真的要密切地留意 這次也會將這個作品 在這個會場內也會有展示 希望大家密切地留意 Harkinson的資料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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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年代的小朋友都应该还过 我给大家看 哇 很熟年纽 不过我现在还有一点 是有Corsofa Corsofa 有个毛连起来 希望王先生不会介意 哈哈哈哈 没有,我观看他,我好笑 你也是姓王的,Kenny 不同是王的 哈哈哈哈 但是金毛,我想说是有机会是小龙 我是小龙 还没有打拉前 对了,从魔童之前 我把声音能入到咪,所以还可以 哈哈哈哈 那么Kenny为什么会选这个角色去画呢? 嗯 你可不可以说出这个角色的名字? 当然 我是,如果没错,应该是姓王的 没错 如果没错,应该是姓王的 我现在这么冒,吃黑龙腿 我小时候其实最初喜欢画公仔 看到一些同学就拿这些公仔来画 然后我哥哥又买这些,然后画回来看 我看得多了,每天照着插 就画了很多很多少虎 这个就是你的成魔之路吗? 这个是成魔之路之一 然后有老虎子 老虎子 因为你喜欢的那些,全部都姓王 哈哈 我是想说这类型的画风 和现在Kenny的 特别是Emilson的魔力系列 真的是两样东西 这个好玩啊 我觉得有点迟 其实 我一旦在行列再画过另一张 看看他一旦的分别有多大 我看在旁边好像看到已经画了 这个我真的要说一说 先销售一下 这张给了我 这张好有趣 大家都看到 北琪已经很不经意地画了 今次送给这么多位观众的作品 幸好我都不执书 所以我说过 即是假公祭司 或者这个因利成变 全个玩具TV 我应该都是首席的了 没有人质疑过你这方面的才华 谢谢 都想问回北琪今次 其实都 这一个画作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角色叫梦星灵 它是 根本是第一个自己制作的 立体作品的造型 所以我觉得 这个角色就很代表我的 brand 的世界 这个其实 大家是北琪粉丝的话 对于这个造型 和这个造型 应该也非常熟悉 而且既然 今次 art vinyl 所以 你会不会有新的作品 带给你的粉丝呢 今次会和 Ghost Western 有一個Cross-Over的作品 這個是一個迷你版 會有一隻是大的 四隻都是很難吃的 小的Stain-Cup的工程 但數量很少 是嗎 是 都是每一個人 少成的 所以多了一句 至少觀眾可以看到鏡頭前面的實物 這些東西可以擁有 絕對有機會可以擁有 這次有很多藝人做了很珍貴的 但因為很受歡迎 很多人都想擁有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Silent Auction的文法 就是一個暗錶的 你開暗錶的 因為大家不知道出什麼 就增加這個刺激性 你可能很低的 或者可能你以為自己很高 都還有人比你高 我留給Eric介紹這個Silent Auction的文法 我先試一下 因為這次挺有趣的 我們上次有另一個品牌 就是Nike去支持我們做一些展品 但因為上次這個品牌 是不容許我們做任何的買賣 所有的東西 所以只是純展覽 你一個欠鬆開 我們有才可以 但這次呢 因為我們 好像剛才說 阿比提及今次的Media Link 我已經很方便 不肯讓我們去用Ghostbuster 這個規定 除了做展品之外 其實也可以下放規定 給我們做一些很限量的買賣 我們分了兩種 剛才提及 就是說 一個叫做 一種可以買賣 但那個數量會更多 剛才Art Toys 一種到五種 就跟設計師 或者藝術家 他自己決定有多少 剛才阿比提及 我們怎樣可以買到這個展品 或這個Art Toys 我們就用一個投標的方式 但是投標的是用一個暗標的方式 就不是大家坐在那裡舉手 蘇富比 這不是的 我們也是用一個program 當大家去到現場 我們在展品下會也有一個QR code 你一嘟下去 又會進入一個form 大家填資料 留下你的姓名 聯絡 以及你預計最重要的銀碼 當你進入後 我們兩天後就會公佈資料 根據你留下的聯絡 你留錯了就找不到你 所以大家要等兩天 因為那兩天是展 我們完成那兩天的展 然後就會告訴你 你是否那個特殊 但剛才很有趣 你會聽到一隻的很簡單 最高的那個會得到 如果有五隻 那價錢是屬於哪裏呢 可能最高的是一萬元 最低的那個 最高的五個價錢 以最低的價錢為準 如果不是你說我用五千元 你用十萬元 你就傻子了 這樣就不行了 我們全部都是五千元 就這樣去做 希望令到大家 除了喜歡之外 又有得參與 又有得玩 要不然又去到 鬥快跑進來搶到那個 那件事又不好玩了 我覺得又不公平了 所以我們經常希望做到 很公平很開心 大家有機會去玩 那你會聽到 是呀 來到展覽要 鬥快跑進去 但如果我在海外 那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 你一定有辦法的 我沒有辦法 你有辦法 只是簡單 可能你的朋友拍了一張照片 丟給你去 我不知道 這個不是我們 或者叫大會的考慮 但這個 我覺得 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都是想多些人參加 只要一個唯一 局限了就是兩天 到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 接的時間 完了之後就大家等 你是否最高的那個呢 這個就之後你收到 電郵 聯絡就行了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玩法 所以其實剛才都說得很清楚 這次這個 Art Vinyl的玩具展 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開開心心地在場中 參觀你自己喜歡的作品 開開心心地逛一逛這個展品 看看你喜歡你支持的藝術家的作品 當然你說沒有買賣 不是的 但是就不會需要說 哇神這麼早就去搶這裏 變成整件事 都相對性我覺得 真是公平了 而且整件事會更開心 玩玩具而已 大哥 不要要搶要成 當然啦 但是有時候抽選 這個也是一個樂趣 就是可能大家 尤其是在展會裏面 我想抽中了那一刻 開心就特別爽 有時候有些東西就是 人沒有我可以有就特別開心 德哥最了解的 我是負責舞那部分 對 不是啊 這個沒可能發生的 我是負責舞那部分 Thank you 畫口未完 我看到幾位 北琪、Kenny 哇 素材 不是啊 他都已經畫好了 而且我看到剛才Kenny 親吻了自己的畫在校外 嘩 不要搞了什麼 大哥 那可不可以簡單講解一下 我看到好像有些cross over 在那裏 沒有 是這樣 將主題 這次的那支棉花巻畫 帶回到網上去Modi 加插在旁邊 找了一個同學 加了幾個加持的公仔 真的精彩了 因為我經常煩著他的狀態 所以我經常都會在他的身上 在那裡 在那裡 你說一下你 好 哈哈哈哈 沒事 還有一點 哦 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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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沒事 幾十萬了 來 好 好 那北琪 咦,有沒有剛才又有加持的 你怎麼說的 因為今次 我可以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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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也可以在這裏 你可以在這裏 你也可以在這裏 展示一下 你也可以在這裏 展示一下 我們想要給我們 我的題目是 讓我們開心 讓我們笑的玩具 對 太棒了 剛剛看過三個不同藝術的作品之後 我們終於將鏡頭移到這一邊 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Rick Law 本身是一個想像的嘉賓主持人 這次是為了這個劇展 其實我們本身是用水泥的物質來做一些嘉賓 這次大會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用我們做習慣的水泥 將它做了一隻棉花湯軌 但是我們如果純用水泥的話 就好像一件沒有什麼用途的藝術品 所以我們就加上了抗香石這個物質 抗香石這個材料是什麼樣的 其實上面的白色是抗香石的物料 其實它是一些不需要用火 以及不需要用電的自然物質 其實你只要加上蒸油 很滴 因為它是抽濕 即是用濕度去發揮它的香味 現在沒有的,因為它還沒有滴 不會立刻在裡面示範一下 因為我沾棉花湯骨也是白色 好像棉花湯一樣 所以我們就想到不如用抗香石這個物質 混合了水泥去做的產品 其實我們再加了一個小小的玩意 就是下一個LEGO座 我覺得整件事可以像一個玩具 可以有些玩味的性質 這個座其實也可以作為一些 你放一些文具 可以有些玩具 可以有兩款 我想補充它這個類似LEGO的台座 都是水泥來的 即是不說笑的 是 產品有多少件 這次帶給大家 其實我們暫時 因為其實 每一件產品 都可能一天只做了一、兩件 所以 我們預計可能是二十至三十件 大概都是二十至三十件左右 是的 我們暫時預算是這樣的 不如看製作過程 我發覺 你選擇用水泥去做藝術的表達 反而 為何會選擇這個物質 因為你也知道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材質 有很多人用 Polystone 會比較常見 或者是網膠 即是Subwine 為何會選擇水泥呢 因為我本身是水泥的品牌 所以我希望用水泥這件事 去做一個主要的主題 這樣 清晰 好 基本上 今次我們要 show off的都七七八八 不過 大家除了 留意桌上 那麼多 那麼精彩的藝術品之餘 都想大家 看看 剛才說了很多次 今年我們Artawino的 題目 就是Ghostbusters 所以 接下來 看到的 都是一些 跟Ghostbusters有關的創作 反而 我想問 阿Dee 主辦人 為何你們會對Ghostbusters 為何會選擇 Ghostbusters 這個 主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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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在一個過程之中 就是Ghostbusters 你知道Ghostbusters 是一個 旗艦有很多品牌 他就給了很多不同的旗艦 來選擇 我跟Marie 之中 對Ghostbusters 來說是好 覺得 很有感情 我發現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特別喜歡 這些 懷舊的東西 我想 將這件事 再推避年輕人 即是 是一件正的東西 可不可以把它包裝 一些 在眼中 究竟是怎樣 即是 再將這個品牌 再演訊息給大家 重新知道 Brian 是不是有些好東西 剛才看到三張不同 藝術的畫作 我想現在看著鏡頭的朋友 都已經流口水了 你是時候放料給他們 我們會怎樣抽 剛才也有很多朋友在看 其實我也在思考 應該是即時問他的問題 還是說 我們之後選擇你們的 comment 即是他們在下面留的說話 是誰最好才可以選擇 我忽然覺得 都是留著慢慢看 即是他們那些 誰留得最好的 comment 你會問回 但你還沒說 是要什麼 comment 哦,OK 本來問題是關於 artist 的東西 但如果有 comment 你就說回你心儀的設計師 一些對他的感覺 好嗎? 有錯,請更正 好的 好了,發問時間 剛才大家都見過大家的偶像 他們分享的 關於今次這個玩具展的一些訊息 大家如果對於你自己的偶像 有些什麼想跟他講 或者想分享的 就在玩具TV 這條片的留言 這條片裡面 留下你所想跟你偶像分享的說話 沒錯 我們會選擇三個最精彩 最動人 最吸引到 最棒的留言 是的 就有機會得到 這幅畫 當然 始終這裡有三個不同的 artist 所以你就看看 當時你競逐的對象 多不多 如果 啊 站住來打 可以 站住來打 每個投球都可以得到 還有 剛才有一個例子很好的 就說 真的 粉絲好像已經留下來了 I love Kenny 哦 那這類這麼美的呢 太硬的 我們未必會選擇的 如果本人說是要選擇的話 那我們 老死 我們一向都是學生的 直接 唯有給他 真的有 這個我老婆來的那個 是不是 我不確定 但是那個名字 不知道叫Steez 叫John 好了 另外就是 其實我們檯片 有些產品 其實是其中一些參展 今天 Z SeaWorld那邊 Simon也拿了這個 我們來講講 少許 就是Gaga Tree 這個原來 是 R-Piece 就是 應該是不能賣的 好像不賣 就是展覽 這是展品 但是下面小一個 不是展品 這個不是展品 可以到時候 到時候 應該是抽 還是怎樣 我也忘記了 對 到時候喜歡它的話 就去找回 Z SeaWorld那部分 Gaga Tree 就找到它了 其餘部分 就是信私的證據 信私 有些人拿了自己的收藏 給Ken 簽名 對 很壞 是假工製 對 原來 是比德哥差一點 整齊 我突然之間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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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都是 有心心的 真的 真的 來到了 到時候 如果在現場 有機會 接觸到幾位設計師 都可以 找你們 做個簽名 好像 德哥 正在做兩支 有問題嗎 這裏 當然沒有問題 這裏 對 對 這裏 這裏就是 按著來組裝 你不會 好 有沒有其他其他補充 訪問 訪問過 遊戲 也算是玩過 說過 也算是賣過 還有這裏 這裏 這裏 雖然跟這裏 沒有關係 也是跟EZC 最近的產品 他說 到時也有請求 我才敢拿出來 否則我不敢拿出來 我重複 剛才Kenny說 這個是頻道 Cino 我明明教你出來 Cino 你有沒有看到 OK 所有觀眾 記得留意一下 我們這裏影片 留下你的語言 接著我們會PM你 獲獎的朋友 主持參加可以嗎 其實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不是公務員 有的正確 我補充 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即包括你 你再說 OK 顧問的最重要 最重要是 最後一句 顧問最重要 每人畫一幅畫 我們就讓你參加 好 考慮一下 Kenny那幅 我先拍一次 因為原來是底面的 其實我… 這個真的 真的是我最喜歡 我想問你是兩個禮物 還是一個禮物 一個禮物 一個禮物 Kenny我覺得真的不開 我覺得你碰了我們 所以麻煩你畫多 你很難送給別人的 以你的速度 我們還有這麼多 在這裡 可以 可以 拿到了 那我畫一幅 好 好 我第一個 去留言 好 我們今晚很開心 有一個比較開心的方法 其實我剛才 整個訪問 我最享受的 最享受的是 一說 其實去玩具展 你真的想走一走的地方 有機會見這麼多藝人 不是賭屎 那麼早排排搶完 然後就撇 你像什麼樣子 尤其是女粉絲 我叫台通宵 那些妝 那些 彈下 為什麼 你看我女粉絲 好看 看著自己 不要說偶像 因為很心儀的藝人 紅頭救臉 他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近距離 接觸自己喜歡的藝人 交流一下 聊聊天 是一件 作為一個 喜歡玩玩具 或者是 art toys 的粉絲 是一件極開心的事 還有場地附近 有很多的美食 交通又方便 哇 你收Dinner Place 真的 我想收他錢 不過真的沒有 好 今次我們先談到這裡 因為我們接下來 還有玩具要包 沒錯 很感謝幾位 大家 非常多 很難的 真的很難的 貴星人 後面 這些 這些 哇 真的非常困難 好 待會見 好 拜拜